9-2设计场景,我们要制作四分割的场景 启动扣度开启新世界,这时候点选移动摄影机,按滑鼠右键 滚轮往后缩小,我们要做大一点点,接下来使用地面刷具 点选圆形的,点完离开这里,按方向键放大一点 这时候滑鼠,点一下左键,就把圆形参与,我们要做四分割 接下来再回到这里来,改变造型,对不对,那方向键再缩小 那这怎么把它去除,按右键可以删除,按左键刷,那怎么做呢 我左键这边点一下,按右键,点一下放开 在结束点再点一下,就把它割掉了,接着不要从这里来 从这一点颜色,右边那边按右键,再来点这里 按右键,再点这里,右键,在下面这里来点右键 哦,有点歪,那没关系 那这个呢,那如果歪的时候你可以,如果说觉得下来不好处理 你可以从这种方式来加,我们再刷给它直线喔 再补给它场景 这个可以自己加的,按右键就删除,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割完以后呢,再增加地域 来,把它升高吧,点选什么,相同材质 摩法上去,按左键,空白键压着 哦,升到那么高了呢 好,那我们就做四分割的场景了,对,四分割 接下来我们看看做什么,这个 那在这个地方呢,完成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来搭建桥,按空白键 我们希望中间加个草梁,让它可以过 那怎么盖桥梁呢,使用这个,路径工具 来,我们再调个角度喔 看我点喔,加五个点,第一个 点放开 那这里呢,点放开,中间点一个 再接下来这里点一下,再来点一下 好,按两下就结束了 那,按空白键,切换到移动摄影机看一下喔 哦,这掉到下面了,有看见吗 诶,这个地域不太一样高呢 哦 我们应该让它高度一样高一点点 看起来应该一样高了吧,哦,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诶,这个往下掉了耶 那怎么办呢,来 这个是路径工具做了,就是用路径工具,靠近它 按右键什么,变更高度 好,这样变更高度,当然不要那么玩,这样就好了 好,那不是只有它变更哦 好,我们希望它也变更,靠近它按右键 不可以拖曳哦,拖曳不可以,我也把它变更高度一点点 这样感觉就不要一点弧度 好,换到它,变更高度 你要使用这种方式来做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里来 那接下来除了变更高度以外呢,再靠近它 按着Shift的键,压着不放,使用路径工具 一次靠近它的时候呢,点这里就可以选到五个 再按右键,变更类型 有没有 按复旧键 那就可以变更类型 那变更类型呢,你也可以使用什么方式来做呢 好,再来变更类型 哎,它后来就掉下去了嘞 哦 按两下取消 怎么突然就掉下去了嘞 来来来来,那我们直接变更类型 来看一下,在这 好 再提醒你哦 它在这个地方有十种路径可以按 好,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按上下方向键 哦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位置不好 ESCAP键 我们让它退一点 好,上下方向键,变成桥梁,看见吗 刚是位置太靠近它了啦 哦,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哎,桥梁就完成了 当你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顶就不会在咯 就桥梁做完了 那就请同学看看吧 那我们再回到ESCAP键 我们点这个 你看左上角哦 左下说明哦 上下方向键是改变路径的样式 上下方向键 有没有,那左右是颜色啦 颜色我希望是蓝色的路径 那上下方向键是改变 这个桥的左右 上下,上下是样式 哦,上下是样式 那左右是颜色 那当你在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自动 这个就不会看到那个 好,我们就把桥盖完了 那就请同学先做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做新增花朵的工作 好,我们要加一些花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加花给它 好,一样路径 在这里按右键哦 好,看一下这个角度调一下 我们要加在这个区块的地方 好,按右键点一下 新增花朵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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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键 靠近它,靠近它 全选是这个 好,按两下结束 对不对 靠近它 点到点哦 亮的时候点到选 变成红色的 那执行丸是长怎样呢 诶,它就像这样 花就长开来了 花也加完了 新增花朵 也完成了花朵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要关闭玻璃墙 如果你没有关闭玻璃墙的话呢 那事实上是过不来的 所以呢 好,回到编辑区 我们点这个 世界设定的地方 我们把玻璃墙把它取消 这边有说明 如果你玻璃墙关闭的时候呢 待会我们的主角才有办法 跨过分割的场景 如果你开启玻璃墙 永远只能在这个区块 玻璃墙打开就会到这里来 不过玻璃墙打开 东西就会掉下去了 掉下去当然就是死了 对不对 那就请同学再试试看看